厨房的这两种食材居然都是养花神器 盆里不招虫花草层层长 那么我们说的这两种呢 第一个就是洋葱 第二个呢就是辣椒 我们呢可以把这个洋葱切碎 切碎之后放入容器中加水进行打碎 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洋葱水去给它擦拭植物叶片 能让叶片的肥厚油亮 也可以用这个洋葱水去灌根 能让植物的根系生长更旺盛 而且呢盆里啊不招虫 可以预防一些红蜘蛛亚虫等等 我们呢也可以在这个洋葱水中滴入几滴食醋 用来浇花的话呢 能让这个花草颜色更加的鲜艳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辣椒了 同样的方法 我们把辣椒切成小块放入炸汁机中加水进行这个打碎 然后我们用这个辣椒水放在喷壶中进行喷洒植物的叶片 能够有效的预防亚虫红蜘蛛等 浇入土中呢还可以防止土残 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用这个方法浇灌植物花卉的话呢 环保啊又实用 喜欢的话又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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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